好,也是Harry,就不太会容易有出路,如果你有其他名字,比如说Jack,到时候你的缩写就不一样了,可能会产生这些问题,但还是以大家的喜好为主,大家可以就说有空自己看一下,选择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Target Customers,Target Customers,就目标的消费群,那我们在不管卖什么宝贝之前,可能都大概会有个设定,是欧美的呢,还是阿拉伯特呢,还是比如说亚洲国家等等。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它的宗教色彩,那基本上全世界有几大宗教,比如说基督教,或是天主教,这基本上比较相似的两个宗教,还有伊斯兰教,然后佛教,那基督教可能在欧美国家比较常见, 然后伊斯兰教呢,可能是在阿拉伯国家比较常见,然后佛教呢,可能亚洲国家比较常见。 那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比如买菩提子的一些产品,像菩提子做的一些供应品啊等等,那菩提子本身可能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佛教的色彩,那如果说你是要买到美国去,作为一个圣诞礼品, 那可能你不会过多的去描述菩提子的这些佛教的背景,这样可能对你的销售没有好处,那如果说你要买到中东,或是迪拜啊这类的国家,可能你就不会选择十字架造型的一些食品, 他们可能也不太会想要,就是带个十字架的耳环啊等等啊,所以这些可能要考虑一下。 那另外呢,就是色彩,那可能中国人比较偏爱红色,或者是很多亚洲国家都是这样啊,那可能就是说,欧美国家不一定就喜欢打红色,可能会觉得,哎,甚至于说,有点血腥的感觉, 所以这个我们都需要考虑在内 然后呢 如果说你的国家很有特定性 比如说啊 你就是卖到美国去的 可能你啊 页面的一些颜色会 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的国旗的一些颜色 蓝的红的等等 这些可能会让买家会有一些亲切感 那最后呢 说一下节日啊 那几个比较大的一些欧美的节日 可能我们都知道 像圣诞节 12月25号 那圣诞节呢 可能它的主题是圣诞树 圣诞老人 雪橇啊等等 然后可能它 比较常用的颜色就是红色和绿色 那如果说是复活节 它的主人公是一只小兔子 然后呢 可能啊 经常会买一些啊 鸡蛋类的东西 然后鸡蛋巧克力啊等等 然后呢 还有美国的感恩节 感恩节可能会啊 跟火机啊 联想到一起啊 等等一些其他重要的节日 要知道一下 然后呢 最后我们讲一下英语的拼写 那可能不会对大家影响太多 但是啊 略微知道一下 那英语呢 可能主要分美式的英语和英式的英语 那现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啊 国际网页上面看到的呢 都是以美式的英语为主 啊 英式的英语呢 可能只会出现在英国和一些英联邦国家 比如说澳大利亚啊等等的一些网页上 啊 那包括像苏迈通 也是用的美式英语 那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呢 有什么巨大的区别呢 也没有 小的一些区别啊 比如说例子 color 颜色的意思 那美式呢 会用cllr 作为它的拼写方式啊 那英式的就是多个u在中间 cllr 而且一般呢 可能就说你拼写出来 它还会下面给你加个红线 告诉你拼错了 因为可能大多数现在的软件 也是以美式英语为主 作为标准 啊 所以就是美式的就对了 美式的就变成错误的了 但这个问题不大啊 只是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说碰到一些英联邦国家的买家 可能拼得有点不一样的时候 呃 可以稍微自己知道一下 那区别比较大的 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 jewelry 和jewelry 这个连发音都不一样 jewelry的简折是 呃 美式的 意思是呃 饰品 那jewelry 是英式的 也是饰品的意思 但是它 多了不止一个单 一个一个啊 字母 而且整个发音就变不一样了 jewelry jewelry 啊 多了一个音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好 最后我们讲一下啊 家庭作业 可能 呃 大家 就说以前学过语言的 学过 在学校里学英文的时候 也知道 语言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所以呢 做一点家庭作业 也必不可少 那每次呢 可能也会给大家留一些啊 简单的 或者是啊 巩固性的一些家庭作业 那希望大家积极配合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单字啊 homework home 家庭的意思啊 work 工作的意思 就在家里工作 那就是家庭作业 啊 第一个 think of a shop name 就像 像 一个 店的名字 就像 一个 店的名字 那啊 我们可以结合上面 塑脚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 如果有些单词 哎 我没有讲到 但是你想用 你可以 啊 自己查一下 好 那第二个 think of an english name 想一个英文名字啊 给自己 如果你有 没问题 直接用上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就看看我们上面的列表 考虑一下 选择一个 那最后呢 就 呃 这个稍微具有一点挑战性 啊 背误 ali-express 网页 上面的 关键词 那啊 我们再可以重复看一下 ali-express 上面 啊 weekly best-selling buyer protection help mobile super deals 就差不多是这几个 关键词 大家可以记一下 好 那 本小节的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了 请大家呢 按照课程顺序观看 余下的课程 好 谢谢大家